最怕研究中国的官方数据, 无论经济增长,无论采购指数, 对国家统计的数字, 因为基本上所有政府部门都是为政治服务, 即是那些数字是真还是假, 真的无人知, 坦白说你连出公开试试题来中国出版资料, 都不知那些资料所讲的内容是真的假, 就来做考试题目给考生回答, 可想言之坦白说, 其实现在港大话难度真的高了很多, 第一人家有其他资料可以配合, 不一定要靠你所谓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第二大家知道你整个中国 在整个人口控制的政策下, 其实最终都要承受人口政策带来恶果, 例如人口多人口少, 其实多一个舆论上就是说, 你人口少是否人不肯生, 当然如果看回大家知道, 你中国现在不要说一纸化之前的一个状况, 就算你如果可以生两个, 或者甚至你有人说会否迟些整个生育政策 都取消鼓励人民生育, 但你从一个地理角度来看, 即是人口的角度, 如果你说基本上第一, 中国都没什么农业, 农村为何还要生那么多小孩来兼贴呢, 现在你请人都可以, 坦白说都不需要生那么多小孩, 给国家庭进行一个劳动供应, 第二件事是城市更明显, 第一件事是女性学历高了, 然后女性数目少过男性, 因为之前杀女英,杀到傻了, 杀到男女比例失调, 所以你会基本上见到就是说, 就算你不公布的数字, 大家知中共或中国人口本身问题, 基本上令到它都无云闲, 无论人口比例失调, 男女比例失调,第一件事, 甚至我虽然没有一个正确数字, 你上网网可以看, 但如果你从一个政治历史社会发展角度, 之前杀那么多女婴, 或不断生男婴因为传宗之代, 就搞到中国男不得女, 第二件事又生得少, 但中国老人家多, 那谁养老人家, 难道政府有福利给他们, 其实政府福利都不太稳阵, 你靠退保基金, 退保基金爆煲, 真的甚麽钱都没, 就出街乞食,撿纸皮, 第三, 不要说到人口比例, 人口其实跟劳动有关, 即是说其实究竟未来在中国可能一个年轻些人, 就算他说我不是养父母, 但他交的税或他直接办的税, 他都要作为一种负担全国老年人口的状况, 当然第四件事说到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因为寿命生存的年龄又高了, 其实老人家越长命, 其实等于政府和年轻人, 就要付那么多钱要让他们, 因为好像阿信的故事那样送照片, 跟着自己挖死自己, 解决人口问题, 不是更无人性, 另一件事人口问题更加被人觉得很担心, 其实都是一个, 如果你说那些数据作为去研判中共, 跟着那三五年情况, 可能其实都是对中共之后不利, 因为实际上如果你说假设中共 因为要应付可能未来发生的战争, 又死那些年轻仔, 死那些精壮的年轻人可说, 可能真的迟些连男性数目都减少, 甚至可能出现过情况会是, 会否到最后为了实际社会主义思想, 甚至可以一妻多夫制呢, 因为不一妻多夫, 那些男人真的不够女人呢, 可能要是同性戀, 要是一个老婆几个男人分, 如今究竟有没有有因真的鼓励在中国 计分年龄的人士生子女呢, 养个子女真的很贵, 你又不是真的不有钱, 更加包裂性因为事业, 甚至文化因素不结婚单身, 宁宁养猫仔狗仔各方面, 你会见到当中国数字 令人忧虑甚至前景暗淡时, 反而反而见到美国数字是1.57, 即是反而见到中国潜在敌人美国, 它人口增长较稳定, 可想而知, 其实就算不讲所谓中美贸易战, 全球围堵中国各方面, 你单看人口问题,中国真的无运行, 你做数保持世界劳动力机场的相关数值, 坦白说,特别我讲外资, 在那里设厂, 它不是看你有多少适宁的人口提供劳动力, 它还要看生产成本的工资, 你生产工资如果人民币本身都是高期,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开始出现人民币贬值状态, 亦可能对中国货币大一种不良, 甚至潜在性隐忧影响, 不是今天我所讲的部分, 但我想很重要是你人多坦白说, 人多不是一个你能够透过所谓劳动力, 成功争取外国在中国设厂投资各方面的因素, 因为问题关键其实这是一个全球化, 甚至如果你说早十年都是中国是世界工厂, 它有足够劳动力, 坦白说去到现在这情况很多已经去了巴基斯坦, 印度,缅甸,甚至柬埔寨,越南各方面, 你现在人口数字怎麽漂亮都好, 都不能够捉到一些外国投资者, 或想撤厂的人的想法, 我这已很客气不讲Tesla事件, 原来你的外资来到中国, 就是被人用古说经常用那三招, 那三招是什麽? 羊、吐、杀,什麽叫羊? 你来到,给你好处,你开厂, 然后吐的意思是擠你东西, 按你东西, 擠完按后就杀你, 羊吐杀在古说经常用这招数, 现在用来对付外商的话, 说说说谁人都知道, 我想除了外商真的无脑才来中国投资的话, 会否个个都愿意来给你杀羊吐? 安全大家都很关注, 因为现在整个中央政策就是要挂罪民退, 你看类似节目经常都会讲其中一个特征, 讲另一件事就是透过所谓控制垄断, 用巨款来惩罚一些能够跟政权构成威胁匹敌的大型企业, 之前经常讲到腾讯,拼多多等等这些, 这些相关人士露不露面, 其实现在是否它可以选择呢? 说我露面,当然露面的目的, 通常一间公司总裁个人, 当然现在可能都无以这些职位, 甚至基本上它间公司已被官方折管, 拍得住50年代那种公司合营的状态, 就是一公是大个私, 当然它出来当然要英仔,有精神, 讲些鼓励性说话,不是出来又瘦又瘫, 换了一块,好像死老爸那样, 很多时我都知道它很不呈现去想, 因为可能马云都明白, 它现在基本上是如理薄冰的一个状况, 即是它不露面或它坚持不露面, 外面不断猜测现在这些中国资本家, 中共之下资本家它们命运会否最终 都会是无人生自由, 甚至它们整个事业, 整个企业王国基本上已经不属于它, 甚至它都考虑到家人安危, 它相关人士跟它搵食的人安危, 所以有时它出镜我都很理解, 即是无论它要出或不出都好, 当然这些出镜坦白说这些出镜, 可能都令到更多人猜测这些人, 这些在中国权贵之下养就养完, 兔就养完,其实用养、兔、杀这分析框架, 大家会觉得以下问题就是, 究竟马云在养、兔、杀这三个阶段属于养、 兔、杀、杀,养结束了, 兔、杀就已经兔得八八七七了, 无论是官方进驻公司董事局或管理架构也好, 甚至是巨额罚款它所谓的垄断, 它会否去到杀这个阶段, 或是否杀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呢, 其实马云子本身都很害怕, 因为它的命都不是在它手上, 当然之前那种一风暴雨昔的那种, 无论是透过所谓法规惩罚垄断行为, 甚至是透过一个官方进驻管理层方面, 基本上可能它们都是缺了双手, 饮你你, 当然很可能你从一个宣传角度就是, 有时夜夜东眼拨下去不行, 所以有时它又会出来, 之前马云无论是网络线上会议也好, 但见到马云是无讲话, 现在又出回来有一些相关镜头画面出现, 再加上这个翠翠去到广西时都有讲到, 就是说国家会继续支持发展, 讲到那些都无讲,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各方面, 所以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或这个状态来说, 很肯定是整个对于一些拥有庞大财富, 甚至庞大网络影响力的一些大企业各方面, 那种清晰不断继续, 那种所谓反乱乱法, 透过巨额罚款来削弱实力不断继续, 甚至用所谓经济犯罪或各方面来教训一些, 或者出了一些不听话的资本家也是另一招, 当然如果看双湾节目都讲到畅龙打黑都是一个手段, 可能说到那些企业的一些双湾人士勾结一些非法, 或者一些恐怖势力各方面都可以作为国家一个政治工具, 来削弱他们或甚至清晰他们影响力。